中共宣傳的手法是分開的 它對大外宣 對外的一套 對國內的一套 它訪問武漢 主要是對內 它想讓人覺得它戰勝了疫情 最初說它不敢去 李克強過幾月前去了 又說它怕死 不敢去 它就戰勝了疫情 所以它又想推翻戰勝了疫情 大家可以復工 兩會又可以繼續進行 習近平的威望就很高 戰勝了疫情 中共就一切如常 經濟上雖然未必補到六 現在說五都未必補到 但起碼盡量做到經濟增長 我想它的算盤是這樣打 但出來的結果就有少少 一半半 就不像它想到那麼完美 因為大家都有幾樣東西 在互聯網上 大家看回反應 都是一般的 起碼有一半人 或有幾多人 都覺得收不到效果 第一就是 它又真是去那個所謂醫院 就不是很遠距離 很遠距離對著一個螢幕 去探望那些病患者 距離不單止遠 還要對著螢幕 人們有時都會笑它 說你對著螢幕 螢幕沒有病毒 其實你近一點都可以 甚至那麼遠 甚至有些網民就嘲諷它說 這個習近平會不是假的呢 是因為你看見他全程都戴著口罩 其實又看不到一個真人 跟市民接觸到離遠才接觸 甚至有些法國媒體都說 因為他拍到在街上跟人揮手 在屋頂裡似乎有很多仿製 是國安的人員 甚至有些追擊手 所以亦都說到那句 你整個都是一個表演 你說要親民 又跟市民隔很遠 甚至有些甚至懷疑那些未必是市民 可能都是找一些演員去辦 所以我想他這個訪問武漢的效果 我覺得都是一半半 我想最主要是因為經歷過這場瘟疫之後 就是這個疫情之後 其實對於習近平的能力和信心 都打了折扣 當你對一個人不太信任的時候 你每樣都看不過眼的 就是他這些假的 所以我想如果習近平要重建他的威信 除了有空出巡 在鏡頭面前出現多些 就要有些實際的功績 所以起碼經濟上真的要不要整天都向下 高一些增長 而且在疫情那裡的安排 真的要好一點 因為現在的數字就很低 但實際情況是不是改善了呢 如果數字真的那麼低的時候 他應該復了功了 他應該不用封城了 所以我想他真的要靠實際的表現 不是說真的在中央電視台做出表演 所以亦都會看到這件事的效果 即訪問舞的效果 我覺得都是一半半 亦都已經有相當的人 對於他的能力 其實都會投入一個不信任票 我想其實他都有一個兩難的 他一方面 因為他都比較擅長做宣傳多於做實事 如果做實事很厲害的話 中國經濟不用不斷向下 他做實事很厲害的話 他就一早封了武漢 即春運之前封了武漢 就不會有整件事爆發 即現在爆到全世界都有 所以我想其實有個兩難 因為他其實挺像他 他經常想模仿毛澤東 即是毛澤東都是政治鬥爭 政治宣傳非常之好 但搞實務的時候很差 結果大家都知道 有個大躍進 然後又天下大亂 又有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想也反映習近平本身 可能做一些實際的政策的能力 不是很高 所以他也可能自己知道了 所以他要靠一些宣傳的手法 即是讚嘗自己 哇抗力又很厲害 又現在真是深入武漢 即武漢又復原了 所以我想其實現在他處在一個兩難 即一方面他又要集權 所有權力都在一身 但另一方面他能力又不是那麼高 就闖出很多大禍 中美貿易戰有一場禍 現在武漢肺炎有一場大禍 那可以怎樣做呢 他要不就把權力和別人分出來 找一些真的有能力的人 做一些經濟分出去 他又不想 他又想抱著一些權力 所以他唯有只有一條路 不斷做一些政治宣傳 所以我想為何他又做得不好 政治宣傳又好像做到 又不是真的那麼完美 我想這一點都反映到 他除了宣傳之外 又沒有什麼可以做 但他又知道政治宣傳未必做得最好 但他做其他人更加差 所以這顯示到習近平本身的能力 以及他現在可以選擇 即在他的禁偏執 即他權力集中於一身 又不分給其他人 他是不是一樣要這麼厲害 在這麼偏執的情況下 他可以做得分宣傳 但他的能力又不是那麼高 所以又做得一半半 所以反映到這個 即是一人體制的局限 即將所有權力集中在他身上 當然不是上任那麼完美 所以他也是反映到這個體制的問題 即是你太過集權 即是你連鄧小平本身支持那套集體領導 你都不相信 即是集體領導其實都已經很封閉 因為集體領導都是說中共高層 自己互相分權 所以其實整個反映就是習近平的能力 以及整個中共體制現在 所面臨的極限和危機 我想整個問題都是 習近平能力又不是那麼高 做實事又不是那麼好 他只可以用一個宣傳戰 但宣傳戰的效果 就好像跟他預期又差一截 首先他就不想人家叫中國肺炎 或者武漢肺炎 甚至暗示可能在美國來 我覺得這個對外來說 就不會有一個效果 即是中國以外的人 其實現在不單止是 有一個排華的問題 即是凡是亞洲人 如果在西方國家 現在都有一些新聞就說 你可能被人打 或者被人笑 或者那些人會說你是病毒 所以我想其實中國的形象 無論他怎樣說自己抗疫很厲害 其實西方社會都未必接受 因為大部分人都是覺得 為何他們會有這個肺炎在自己國家 就是因為中國控制疫情 控制得不好 甚至是隱瞞疫情 甚至控制世衛 你知道世衛其實 即是當全球大爆發之後 才說這是全球大爆發 即是現在世衛的功能 一個警示的功能 或者叫大家做好防疫措施的功能 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想對外 其實中國的形象很難挽回 所以習近平晚敢強調 疫情守空 抗疫成功 所以對外 我想始終對於中國的形象 是有一定的損害 短期都無法彌補 如果在國內 我亦都覺得是有一個局限 即是不排除有些人不相信 因為它的數字很漂亮 即是最近公佈的數字 全中國可能只有十多單 八單在武漢 即是少於任何地方 即是你和香港一個七百萬人 即是一個十四億人的國家 和一個香港七百萬人的城市 新政是差不多的 那又是全部受控的 而且如果新政那麼少 為何它不開放回整個地方 為何它還要封城 所以有些矛盾 所以我會覺得 是不是很多人 很質疑中國的管治 或者營受性 未必 但我覺得它開始懷疑 第一 而且你會看到 其實很多人相信 或者支持中國共產黨 繼續領導 我們稱為表現上的合法性 表現上的合法性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 經濟上 或者人身安全 包括你不受疫情影響 所以我覺得無論習近平 如何宣傳都沒有用 即使他現在信那批 他信了他都沒有用 即是你到最後 即是如果他還是不解封 或者解封了之後 突然間有大爆發 或者經濟還是那麼差 你和美國咬來咬去都咬不定數 經濟六就補不了四 甚至有些人說 可能是負 因為他太多沒有開工 所以如果實際表現是不好的時候 我覺得他宣傳怎樣好也好 始終有反效果 也就是說現在的情況 有些人開始不信了 即是不信政府真的有能力解決問題 信那些人又在看著 觀察著 可以的 你都受控了 你數字多漂亮 但你如果真是一開成 接著大家一接觸又來過的話 那裏又再一個崩潰 所以我覺得現在中國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真的要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 不是只是宣傳 但現在的體制又有個問題 習近平自己一個人要管所有的事情 那他一個人怎麼解決全國國家的問題 所以他如果不改那個 即是一人高度集權 甚至是永續做主席 即是有些人說是君主制的重臨 那我估計他做實事的能力 其實會進一步降低 所以中國的危機其實挺大 雖然他現在因為控制了輿論 控制了新聞 那些數字很漂亮 但我覺得實際情況 一定是比真實差的 因為你看他現在都未解封 你講到控制會這一點 我都想到他三月一後通過了一個網絡的法 是的 麥仁謙就講過這件事 是史上最嚴格的法 是的 即是不可以講中國領導人的那些現象 是的 即現在是否這樣看到他 即是有沒有一個爭議中國公佈的數字 即是真的假 即是現在看 好像他一方面又是 言論自由方面去嚴格這樣去限制 第二方面去通過中宣佈那些去宣傳 所以這樣看這個疫情的數字 那方面是否都是有些質疑的地方 現在因為他禁了所有東西 即是他網絡又控制了 即是他在武漢周圍 其實民間記者都沒有 你不要說一些自由的媒體 官方的媒體更加很多是禁言 有審查 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資訊 即是他只有官方那個 他說他自己好了又可以 差了又可以 沒有人可以質疑到他 因為沒有其他的資訊 但現在所發現的新的問題 更加嚴重 因為你社會上沒有資訊是一件事 大家監察不了政府 因為我沒有其他資訊 他講甚麼我唯有信甚麼 還有一個市民 但現在很多人討論更加嚴重 因為他太過一人的集權 你支持習近平 習近平又支持你 你便升高發財 他不支持你便麻煩 等下又捉他 又有幾條罪 可能被人拘捕了 所以現在整個問題 有些人擔心到 就是整個官僚體制裏面都造假 因為習近平太想開工 你到時告訴他 不是喔我這個疫情 你武漢八宗 我這裡都有十宗 那你夠不夠敢報上去 當全中國所有的官員都 怕了手掌 說我們疫情受控了 那你作為一個官員 真是看到實際的情況 你夠不夠敢報上去 當習近平說 所有人都沒事的時候 所以現在呢 有些問題又回到 所以大家又看回 中共的歷史裏面 就是大躍進 大躍進之前是說 修成很好 即是說 地有人有多大膽 地有多大差 即是你當毛澤東這樣說 每個人都說 是呀我修成又很好 即是不斷造假 就造假到一個情況 可能真的當問題 在眼前你都要承認差 所以現在所出現的問題 就是當他禁止民間的言論 而官員又因為要討好上級 因為有集權的體制 不斷造假的時候 其實整個中國就很容易 有很大的危機 直到爆發的人才知道 又改善不到 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網絡控制 不僅是控制民間 甚至整個官僚體制 可能都在做一個自己騙自己 所以問題就很嚴重 雖然大家都想那個疫情受控 但是也都是 大家沒有任何的資訊 知道他是不是受控 而且無端端 無端端好了那個情況 也是令人很懷疑的 就是他所謂什麼都沒有做 突然間好了也很奇怪 所以如果真的出現了 沒有自由資訊 官員又不斷造假的時候 那些人擔心好像大躍進 那樣的大危機 可能會進一步出現 而當大家知道的時候 其實已經太遲了 其實最後都會掩蓋不住 其實當你掩蓋不住的時候 就是很大件事 因為當你掩蓋不住的時候 就是用沙士做例 最初就是掩蓋著的 直至有些人在廣州 下來香港醫治 所以有些人才以為 沙士的源頭在香港 最近有個討論 就是說 你叫武漢肺炎 就叫香港沙士 因為香港有資訊自由 不過如果在廣州 就不斷說沒有人病 那些是假消息 直至那個人來了香港 真的病了 香港有資訊自由 有些專家出來說真話 所以當你是知道 真的有個問題發生的時候 可能已經是太遲去收復了 所以很多人的說法 就是如果中國 或者現在的現界政府 處理疫情不好的時候 其實他的倒台危機很大 因為當他處理不好的時候 市民要自己知道 他怎樣知道 就是透過身邊的人知道 可能我身邊的人病了 那我怎會相信政府 那你說經濟很好 我就透過身邊的人知道 甚至自己 我都沒有公開 那怎會經濟好呢 所以當他到了最後 當我知道的時候 那我為何要支持你呢 所以整個政府的崩潰 可能到了問題發言那一刻 就是崩潰那一刻 所以就會沒有一個復原 或者警示的機制存在 那你問回國際上面 就是現在見到這個 武漢定員存在百多個國家 1114個國家 就是很多政務 那你問回國際上 很多國家都對一個公安集會 就有一些限制 所以怎樣看中共 將這個危險輸出 去國外這件事 就是現在搞到 整個世界好像大變 我想呢 第一 那個形象會很差 因為你知道 每個國家都是自私的 他一定不會說自己的 雖然每個國家 處理疫情都有他的問題 但是他一定會把那個源頭指向 如果中國 第一 就是中國做了兩個大的問題 就是其他國家會追究 第一就是說 他沒有控制好他的疫情 變成輸出了疫情 還有他也是沒有一個透明度 其實他很嚴重的 他早知道這麼嚴重的話 那些國家會做多一點 所以現在的說法就是 管理疫情最好的國家 就是最不相信中國的國家 你看看哪些管理疫情最好 就是香港 因為我們在他旁邊 有反動中 沒有人再相信他 台灣 台灣是世界首位一致的 他更加不相信中國 所以他任何數字都不相信 北韓 北韓第一時間封關 好像比台灣早 因為北韓很了解 還有新加坡 新加坡 李干遙的傳統 都是很了解中共的 甚至中共 中國當年都要請教新加坡 怎樣管治經濟發展之餘 可以控制這個傳媒 所以我想西方 不僅僅會把問題歸咎回中國 亦會對中國 開始誠信有懷疑 因為當時 你見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很差 美國人就不太相信中國了 所以有某些戰 反華 特朗普很強硬 歐洲的信任度較為高 所以特朗普其實用了很多時間 很多時間說服德國、英國 不要用華為 但他們都不太信服 他們都說核心技術不中 他們對於中國的信任動作很大 但你見現在德國很嚴重 英國也很嚴重 加拿大也很嚴重 澳洲也很嚴重 所以我想這件事 不僅影響到中國的形象 而且到時 當疫情控制之後 中國的信任度可靠性 在國際社會還有多大呢 我想這也是一個質疑 而且他們都會看到中國的體制 以往就說 封閉不要緊 經濟發展快 封閉不要緊 經濟好 你們買我的東西 或者你去投資賺到錢 我想整個中國體制的形象 理解或者神話 其實就會滅滅了 而且也會 短期內回不了頭 因為連遊客也不敢去中國 它一定會切斷 你見現在最有效的疫情 就是切斷了任何的瓜葛封關 所以我想對於整個中國 和其他國家的國際貿易 資訊 技術的交流 短期內也會進入一個冰河時期 這樣看 是不是這個疫情 過後又好 會對中國的打機會更加大呢 你剛剛說了 其實現在也有百多個國家 其實現在每個國家 對它有容易檢癖 即會掛斷 要是在經濟上 政治方面都會更加檢癖 甚至乎它以前的一個 國家帶來的後果 對它有一個追逃 即是這個現象 都會在未來會出現呢 我想中國未來 國際的所謂軟實力 就很低 即公信力很低 以及國際的外交上 也會很弱 即沒有人想和它 有太多的瓜葛 也沒有太多人再信任它 所以我想短期內 對外的聯繫就會弱了 但我覺得中國本身的問題 就是處理回自己的問題 因為中國很大 其實國際被人孤立了 你見北韓被人孤立了這麼久 都叫做生存到 所以我覺得其實最大的挑戰 都不是國際上的孤立 雖然我覺得這件事是會發生的 其實已經發生著 即沒有人再相信它 大家保持它 但對於中國最大的挑戰 始終是處理回自己內序的問題 即它經濟一差 它失業人口也會高 事實上武漢肺炎之前 李克強都在處理失業問題 因為你一失業 那些人又懷疑政府 你又說自己很厲害 為何我生活又沒有改善 所以我想最主要 它現在要解決這個失業問題 但它現在連失業問題還未解決 還有一個更加基本的 就是人民安全的問題 疫症問題 既然如果大家都覺得 它的數字這麼漂亮 是造假的時候 那它蓋到什麼時候呢 它又服不了工 所以我想國際孤立 雖然對中國的發展有影響 但更加根本對它的挑戰 甚至動搖 它可不可以繼續執政 仍然是一些國內的問題 經濟 疫情 而這兩樣東西 其實它現在都未真的解決到 我想其實經過這次的疫情之後 各個國家都會自保了一點 你知道它要控制疫情 就是控制人口的流動 人口的流動牽涉到很多東西 包括技術 華為方面的輸出 即是同樣 中國保證疫情受控 結果失控 中國保證華為是沒有問題的 結果有沒有事 到時就看回專家怎麼看 所以我想其實當外國對中國的體制 有懷疑 和信譽那麼低的時候 就自動是會去回一個 由一個中國潮 以前是個個都想和中國做生意 聯繫 到了一個和中國切割的問題 所以我想短期內 都不是那麼擔心 對於其他國家來說 它是自動的 到時會不會短期內 有很多人去中國做旅遊 未必的 你做生意 它經濟又不好 中國本身 即是它買中國 即是它簽了一個貿易協議 要用2000億美元 買美國貨都未必買到 而且它又跟俄羅斯 現在有價跌 它跟俄羅斯簽了一個條約 它用貴價去買貴油 那它是否又跟俄羅斯反面 因為它有時都不是很遵從國際條約 譬如WTO 很多開放市場都沒有做 那跟俄羅斯那裡又怎樣做呢 所以我又不是很擔心西方社會 會受中國的影響 因為我覺得西方社會經歷過 今次的事件之後 會主動跟中國保持距離 所以我又不是擔心 中國會引致世界文明去墮落 而且你會知道疫情 其實死亡率也不是那麼高 你用一個最差的考慮 去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大家都做了一個比喻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西班牙大流感 就1918年那次的爆發 大家也在想 可能有大量人口死亡 但是沒有人滅了國 沒有西方文明 沒有消滅到 所以其實現在最擔心 就是死亡的數字 所以我不是很擔心西方國家會瓦解 反而我在想 中國萬一沒有西方國家的技術的支持 因為中國是世界工廠 它出口很多 它的產品是沒有市場 因為那些人會害怕 那些人會恐慌 中國做的會不會有病毒呢 它不敢碰 所以我始終覺得現在發生的疫情 西方社會是定得住的 不會倒的 但可能有大量人口死亡 大家都不想這件事發生 但是中國所面對 就是一個可能整個體制瓦解 或者是國家會面對一個很嚴重的危機 其實中國現在幾次伊朗 因為伊朗內部有示威 它有石油問題 伊朗收入會大跌 中國經濟又不好 伊朗疫情又差 中國疫情又 它主動受控 大家又不太相信它 還有它其實也有很多維穩的問題 否則它用這麼多維穩費 又不會高於軍費 所以整個中國是否真的 現有的體制政府是支持得住呢 反而這個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整個武漢肺炎危機 對於世界來說是一場悲劇 但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場災難 災難有機會滅黨 滅國我覺得就不會 滅黨就是有這樣的危機 所以你看到習近平其實也在害怕 因為始終一個國家領導人 要繼續執政 一定要有些政績 習近平其實 雖然他很永續 但是他也要續 通常過往的做法 就是鄧小平之後 每人都做兩屆 做十年 習近平在2012年上台 2022年就是去看看是否續 也有機會不續 雖然他很集權 但目前來說 他都不是一個人說了所有事 所以他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沒有什麼政績 你看到他最初起步好 因為他打貪 打貪全國都喜歡他的 他說老虎又打 烏軒又打 但是打貪之後 經濟又開始轉差 他又走回頭路 各進民退 現在又有疫情 所以習近平現在很想做一件事 其實在他領導之下 國家起碼是 沒有進步都不會退步 所以他為什麼要 經濟要繼續上升 其實你保錄都已經很低 你記起中國以前的經濟發展 GDP增長在20-30% 即是當年鄧小平的年代 但現在就去到6 還在下跌 經濟又差 現在連日常生活都可能 補掌不了的封城 即是史無前例 其實人類歷史都沒有試過 但現在就開始了 中國大頭 還有那個兩會開不了 中共歷史上沒有試過 唯一就是文革的年代 有時開一下 有時不開一下 但文革之後都盡量開回 因為鄧小平那些領導人 就是希望國家不會 那些事情那麼突然 或者那麼亂來 所以他要堅持開兩會 都是去做一件事 就是他身為一個國家領導人 管理的國家是平穩的 是穩定的 因為中國人最喜歡穩定 亂又一定不好的 所以他怎樣推翻兩會 就是想讓人感覺到 他是做到事的 做到的領導人 起碼是保持整個中國的發展 但也是那句 他退兩會即是疫情很嚴重 他說去到武漢訪問 他做多少場宣傳 多少場表演都沒有意思的 如果你畫得那麼安全 你又不用對著那個 投射器那麼遠去看 你和市民又不用那麼遠揮手 還有你復工 就立刻開兩會 就立刻沒有人爭辯的 因為你如果疫情退了 就立刻可以一切完償 所以他為何很想推翻兩會 就是想做給 這是一個宣傳 做給全國市民看 你知道兩會也是很多電視播 做給全國市民看 一切已經恢復全國習近平的領導 還有當他克服了疫情的時候 全世界都被疫情搞緊 那他是世界第一呢 即是突出了他 即是已經高於世界所有領袖 大爺那句 即是如果他開了兩會 他現在開了 所以我擔心 都是他宣傳非常之厲害 但做實事似乎差了一節 而差了這一節 就會引起很多問題 即是動搖到他的管治 對於土地呢 就真是精神 你看我們 好快 走 在樓下 要以後 一些保暖屬 到樓下 還要 Samantha 我 都不想要 拿小孩 去 加上